日本外务省五号最新宣布 将捐赠一百万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三千两百万 协助台湾灾后重建 外交部表示403花莲墙震爆发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官方长官林芳正等日本官员 都在第一时间表达慰问 日本慷慨声援 外交部表达感谢 日本三一一大地震 台湾民众捐了新台币 至少六十八亿高居世界第一 二零一六年雄本地震 又收到台湾超过四亿日元善款 折合约新台币八千四百多万 能登半岛强震后 台湾也捐出二十五亿日元 相当于新台币五点二亿 投入灾后重建 比日本人自己的捐款还要多 这次日本各界积极响应 希望回报台湾恩情 担任立法院亚东国会议员 友好协会会长的民进党立委 郭国文 也感谢日本政府和人民挺台湾 我觉得更加凸显的 其实是台日之间 友好情依之外 展现出来一种患难之交 更形成一个彼此遇到灾难的时候 对方立即给予关怀的 一种善的一种循环 日本LINE雅虎公司开设的网络募捐 截至五号下午一点 已经募得新台币将近两千万 日本各界的爱心还在持续涌入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